哈喽各位好欢迎来到第六游戏频道 今天来跟各位带来观众投稿的对战 眼前看到的是帝国 今天来讲一场帝国的对战 今天要面对的敌人是诺斯卡 呀也是战役中经常会碰到的对手 那这次我们就来看看 诺斯卡跟帝国的对战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们先从帝国这里的前线开始看起 帝国前线的话呢 有左至右是长矛兵三队 做一个前线抗线也是非常正常 后方的话是鞭吃者 这个东西以前还蛮常出现的嘛 各位如果还记得有一代的话 这东西一代的时候还蛮强的 因为它不会撤退 算是帝国一个非常好拖时间的单位 然后因为它攻击力也够高 所以有时候面对对方的轻甲单位的时候 这东西还是会杀蛮快的 那再来就看到后方的话也是一队长矛兵 左右两边的话是伴师救骑士 我看一下 是破甲版本 那它是没有反大 就是单纯破甲 拿着一根棒棒 直接就白色的长条物 那是破甲伤害 不是拿长矶的是长枪 通通加成挺高的 算是就是突击奇兵的分类没错 然后剩下我们来看一下 嗯 哎呦前线这个刚刚没有介绍一下 就是蒸汽坦克好不好 蒸汽坦克是一个火炮单位 然后同时它也有不错的近战能力 不错的非常不错的护甲 然后永不撤退的蒸汽坦克也算是帝国的 当家的 叫什么火炮吧 就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用的这种 大家都很喜欢用蒸汽坦克吗 就有一种情怀还是怎么样的 大家都非常喜欢用这个单位 尤其战役他也会他也会一直要求我这样去造这个东西 可是我自己其实是不太爱用蒸汽坦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英雄啦 英雄又是之前有出现过的goal trick 这个有魔法攻击 然后其实点的近战攻击力跟50点的防御 反大破甲这个东西单挑很厉害 打打这个 其实它作战能力都还蛮强的啦 没有说其实反大是更强而已 剩下的话其实都不弱 然后法师用的是翡翠法师 带的是这个单体补血 再生术跟荊棘护盾 OK 那领主用的就是卡尔法兰兹 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差不多帝国就是这样子了 哦 诺斯卡后面这边先来介绍 两只诺斯卡战壕 作为一个前锋部署 在后方想要对帝国做坏事 我们等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成功 那诺斯卡前线的掠夺的起手 刚刚应该是吃了几发 这个 分析坦克的攻击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诺斯卡前线 到底是什么样的部署 诺斯卡前线的话呢 一整排排开都是掠夺者 里面混了一对 金版本的冰角掠夺者 然后 你看到这个掠夺者算是 他在诺斯卡里面的话 他会有多一个愤怒的技能 就是越打会越强的这个技能 反正也是低档部队 掠夺者 拿盾跟斧 后方的话还有诺斯卡巨魔 这个领导力低落 但是伤害都很强 所以只要他不撤退的话 其实他造成的杀伤也蛮高的 再来就是 掠夺者狂战士 这个少了一根斧头 少了一个盾牌 多拿一根斧头之后 他的杀伤力真是非常惊人 48点的近战攻击力 非常的高 而且反步兵 58点的杀伤 非常的可怕 而且带狂暴 还有暴怒 这个也是越砍越强的技能 来的 再来是这个 标枪 标枪远距离反大 然后死亡系 带这个抽魂 还有另外一个贝加纳命运 贝加纳命运 领主用的是乌尔菲克 那带的 騎乘这个战车 你还可以看到表现 身上技能 看一下 船嘛 海尖牙 不战即死 就是都带这些啊 所以你如果常看诺斯卡比赛 应该都是这些 没有什么两样 然后这边也是猎人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诺斯卡这里也是 一个很标 标准配置 那前线 先交战起来 这些 枪兵没有拿盾的话 拿这个 标枪 标还是会蛮痛的 大伤还是蛮够的 这里的话 狗倒是直接去黏上了 边吃者 就有点太 太着急了 他可能 其实边吃 狗咬边吃者是也还蛮痛的 只是自己这样子 也没有什么战果 就直接绞掉的话 我觉得不是什么好消息啦 你可以等 其实前线接 接上之后再 再冲上去 其实也不玩 所以不用那么着急 这样子 狗也是死得很快啊 不过帝国前线 这里也不是说非常好受啊 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冲线之后 骨头这样砍 这个枪兵 应该是非常凑凑有余的 然后后方的 巨魔也是跟着 一起进攻 这一波冲线 然后呢 办事就骑士冲进来 没有造成什么杀伤 这里的话 吃了一个船 海间牙 长毛兵的长条阵 马上受到了大打击 这帝国前线 直接的要被冲垮哦 有机会 挡住呢 长毛兵这里 中线已经被直接被冲 冲穿 那吴尔菲克这里 有很好的机会 可以用战车 去摧毁这个高吹克 Gothric 他只有两条腿而已 这战车单位 还是有办法 对他造成 不错的 冲击能力 如果他原地打的话 就不太好了 整体局势看一下 帝国的这一侧 倒是还有撑住还不错 但中线已经封掉了 所以已经往后冲了 往后冲的话呢 正系坦克这边 就会直接没办法 再使用远程攻击 这边被迫要跟 费米尔战士交战 那费米尔战士本身自己 呃 又是板大破甲 所以打这个正系坦克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阵型可以稍微拉一下会更好 那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翡翠法师 也是被律游者勇士给黏上 相当的危急 帝国的这边有四个部队 已经直接陷入撤退状态 太可怕了 帝国这里感觉 瞬间可能要被冲垮吗 伍尔菲克这边倒是被打退了 刚刚跟Gothric打在一起的时候 受到严重的杀伤 而且这边卡尔下来之后可能 伍尔菲克或许会活不了 486滴血没有办法逃走 这边看起来 好像还是有机会逃走 那 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 应该也可以 不过这里看起来 帝国卡尔是要准备追上去 血战一波了 这里看 看到这边的话 诺斯卡整体是非常的优势 那 六弱的勇士这边 搞到下一个目标 就是 这边的长矛兵 那长矛兵这里都已经 血量非常的低了 而且士气也非常低 这里被冲陷的话还是 没办法挡太久的 那就看一下 剩下的部队 有没有办法造成什么样 特别的杀伤 蒸气坦克这边 直接拉了一个战胜 塞身术 看来这个法术就是配合 蒸气坦克做使用 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边放弃了 用伴师救骑士顶着 菲米尔战士 然后这边的蒸气坦克 带出了一个恐惧效果 让莫斯卡巨魔直接撤退 巨魔虽然还有半条血 但是士气已经不太够了 被恐惧一下的话 这边还是直接的撤退 这边狗吹克被当保龄球 踢 直接 哦不是狗吹克啊 看错了 想说 够矮矮的 没有没有 这个是翡翠法师 不是翡翠法师啊 连续认错两次 萨满速士啊 死亡系的 呃 乌尔菲克退出去咯 等下士气会做一个 很大的一个减免咯 这边还不见得 诺斯卡这边有办法 有办法赢咯 因为卡尔这边也回来了 不要忘记帝国的这些 领主啊 巨兽其实都还蛮强的 伴记坦克在这边做进攻 然后 越罗者狂战士虽然说 血量还算是有 可是 要面对这个 蒸汽坦克还是要打蛮久的 看看有没有再放一口 这个再生术之类的 瑞克领福温之牙 放在了 蒸汽坦克身上 近战攻击来到61点 这边带出了非常多的恐惧效果 非常好 狗吹克这边还活着 这边要加入 最重要的关键一战 外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个 翡翠法师活着 他有机会回来 这边如果再吃一口再生树的话 还有可能有机会哦 说不定还有机会 你看这诺斯卡的士气被 摧毁的非常彻底 哇 你看这个刚刚 乌尔菲克出去之后 这个诺斯卡的士气减免也是非常高 所以 全部也都在闪红 闪白 而且加上 蒸汽坦克还是 又被放了一个荊棘护盾 荊棘护盾的话可以 加物理抗性还有加物理伤害 诺斯卡全部落荒而逃 哇帝国的领主还有英雄果然还是很神威啊 卡尔下来对付这群 瑞罗哲 持久死咬 带出恐惧效果了是不是 没错又带出恐惧效果了 你可以看到诺斯卡全线进入了恐惧以及撤退 所以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 这边的6的起手要打坦克 基本上你也做不出什么特别的杀伤 而且其实坦克还有660一滴血 也没有说完全没血 再加上这些部队撤退的时候 蒸汽坦克还可以做一个远程的追击 你看到 哇 蒸汽坦克杀了93个单位 然后在面对这个中局的时候 蒸汽坦克这个火炮远程杀伤变得非常致命啊 你拿两根我拿一根 你拿 你多拿一面盾牌 但是我跟符合就把那面炒爆 直接把那面提爆 神奇坦克剩多少血 581 1082 Gothrick还有595第一血 最重要的是卡尔还有1800 这边再回来背冲一下 然后这边又会被带出恐惧效果 先入撤退 哇 诺斯卡这边应该是有点 有点困难啰 因为诺斯卡这里 还剩这个标枪猎人 如果标枪猎人可以即时回来 打这个 正气坦克或者是其他单位能抓死的话 其实还有机会 不过卡尔血量真的是太多了 帝国有时候中局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非常的难打 你觉得你已经摧毁掉他的重要的前线跟部队 可是他 领主啊 英雄啊 还有这种像这种需售单位 其实是很强的 帝国除了在战役里面会被大家围殴之外 他在对战里面 从头到尾都是老大哥 好 正气坦克爆掉 有没有机会 诺斯卡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 再带出一些恐惧效果呢 竟然连长毛兵都回来了 而且直接给长毛兵上了一个符文之牙 领导力又直接的硬式hold上来 galtrick这边也是直接吃符文之牙 符文之牙是全部都放上去了 一个范围的效果 应该就剩这一坨 塔尔又再次的打出恐惧效果 然后galtrick这里打这个骑士 绘绘有余 反大破甲galtrick 就算在水里拉一人 也是很凶狠的 来看一下 为什么跑走 不会说撤退了吧 没有啊 galtrick是不撤退的 是硬汉 这里我看一下 塔尔如果抓虾 这一对也不错 然后galtrick 是跑到岸上再来交战吗 因为我发现galtrick突然 没有反应 弹 哦 哦 哦 中局 面对 诺斯卡 越多者 有没有办法 取得优势呢 卡尔直接来助阵 帮自己的老朋友一把 我觉得 诺斯卡这时候一定很 一定 一定很难受 我来加速一下好了 我觉得 诺斯卡现在我觉得他打不赢了 因为这些部队 虽然说血量够多 但是士气拱不住 你看他们士气都剩下一点点而已 所以诺斯卡也是直接投降 非常精彩哦 这场比赛打得很惊险很惊险 啊那诺斯卡其实差点就要赢了 尤其一开始就直接把帝国前线摧毁 你可以看到这些长毛兵瞬间就死光了 然后边吃者也没有活多久啦 其实很很快前线就被这些略流者砍爆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办事就其实还搭配了这个蒸汽坦克之后 然后再加上这些英雄的作战奋勇杀敌 最终 诺斯卡这边最大的失误就是不应该把他的领主送掉 如果他那个时候没有让他的乌尔菲克死在跟 高坠克那一波作战他还活着的话 其实整体的士气是拱得住的 最后或许 我觉得最后应该诺斯卡会赢啦 主要就是因为士气实在不够多 不然你看这个整体的血量其实都还够打这个残局 非常可惜那也恭喜帝国惊险的获胜啦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期待下次更多的观众投稿系列哦 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喜欢及追踪我的频道 我们就期待下次的 这个观众投稿对战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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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